在广东惠州一工业园区里,台湾青年黄建志正在他的皮革厂生产车间里忙活着。 2005年,台二代黄建志跟随父亲来到惠州,最初在父亲投资的一家化工厂从基层员工做起。 经过多年历练后,他开始帮助家族经营皮革厂。 十多年来,从生产技术到销售,再到工厂管理,皮革厂生产经营的每个环节他都了然于胸。 经由这个真空吸纹设备出来,刚开始是平纹,现在表面上已经有纹路了。 然后他要马上经过冷却,冷却完纹路才会固定住。 我们刚才有到车间里面去看了皮料的生产过程,然后他其实做出来最后就是这些成品。 他有做脚踏车的脚踏车垫,也有做口罩皮,也有做工作鞋。 只要有用到皮革的部分,基本上我们都可以生产。 20世纪90年代,伴随大陆改革开放,台商开始陆续进入大陆投资办厂。 1994年,黄建志的父亲了解到大陆的皮革市场情况后,便选择来到惠州创办皮革厂,也在此落地生根。 我父亲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做皮革这个行业,在一个日本厂做的副厂长。 因为其实要开一个皮革厂,他是要蛮大的资金,因为他有设备各方面,还有材料各方面。 所以他那时候就是他的同事,有五六个同事就当初大陆刚改革开放,然后就想说进来大陆,现在大陆那边很缺这个皮革这个材料,都要从国外进口。 然后就找他,因为他懂技术,就找他过来。 黄建志告诉记者,皮革厂刚成立时,他们的皮革几乎功不应求,不少采购商从外省前来采购。 随着大陆的皮革厂越来越多,以及消费者对皮革质量、外观和环保的要求越来越高,使皮革行业不断进步,竞争也越来越激烈。 目前,他的工厂每个月能接到15万米左右的皮革订单,不断精益求精,提高产品质量是最重要的法宝。 以鞋子来说,他的不断要求,我们皮革就要不断地去改变。 那改变就是说,不管在软硬度、质量、品质,各方面都要一直跟上。 像我们现在有开发一种橡胶皮,这皮革非常好。 第一个环保,可以50年可以降解。 第二个无毒,第三个耐用。 但是他唯一的问题就是很贵。 以前你可能开发出一个东西,大家就抢着掉。 现在是你开发出一个东西,大家要真正去了解东西的品质、物性、价格,然后去试作。 所以现在比以前是竞争很多。 深耕皮革行业十余载,如今黄建志还创办了自己的环保和贸易公司。 他认为,来到大陆近20年时间,使他成长了非常多。 也是人生一个很不错的体验。 早期大陆是通讯不是很方便的。 我们都要去找那个黄本,有那个工厂介绍的,你自己要去翻。 翻哪个厂是,可能是你的客户,然后你打电话去问。 找采购人员,然后去推荐你的产品。 然后每天就是忙着跟那个陀螺一样,一直转,一直转。 所以在大陆这20年,让我觉得成长了非常多。 黄建志还参加了今年9月举行的第14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。 他看到很多台湾年轻人借机了解大陆现状。 台商在大陆发展得很好,各领域都有人在做。 他说,这也是台商的精神和韧性,不断研发,不断进步。 他非常建议台湾的年轻人可以通过两岸的交流活动,亲身感受大陆的发展情况。 大陆的市场很大,你要在那里生存,你就必须把你十八班五亿都拿出来。 现在大陆是全世界最新的地方,什么东西都从大陆出去的。 所以你要进来,你就必须自己本身要有一点料,然后先作为一个交流。 大陆政府有一块是还不错,就是青创。青年创业,它可以提供你办公室,提供你资金。 你只要东西不错,它可以提供你资金各方面,对于台湾青年这一块。 今后,黄建志还打算在厂里建设研发中心,继续开发皮革新材料。